许氏友把茅台酒当命,这位上将却拿来炮脚,主席指导后大家赞赏。 许氏友是百战母名将,少时在少林四学武,加入红军后,作战英勇,在红军时期,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,立下了赫赫战,1955年,被授予上将军衔。 许将军不仅打仗厉害,喝酒更厉害,他最爱喝的就是茅台酒,把茅台当命,许将军号称谦卑不醉,有一次,有人开玩笑地问,将军你最多一次能喝多少酒,许将军直指茶几上的大茶杯说,能喝五六杯,接着说,在长征路上,一次喝过一脸盆。 许氏友一生中最大嗜好就是喝酒,有人说他一生喝过的茅台酒,能有三四卡车之多。 据他的秘书回忆,将军每月发完工资,第一件事,就是要拿出一半钱买茅台酒,而且他喝的公物,用酒与自己喝的酒是分开存放的。 许氏友拿着茅台当命,但是有一位开国上将,却拿着茅台来炮脚,此人是谁? 此人就是开国上将陈氏巨将军,陈将军拿茅台酒炮脚洗脚,并不是说生活奢侈问题,而是有着特殊的目的。 红军十七,长征开始后,红军四度赤水,跳出敌人包围圈,把劳奖耍得团团转。 1935年3月中旬,红一、红三军船主力,紧过秘密迅速的急行军,分别占领了贵州仁淮县城和该县所立茅台镇。 红军在仁淮县及茅台镇停留期间,有一天,需要在赤水和上搭桥,却把中央红军顺利渡河。 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的陈世举,奉命完成这一任务。 陈世举观察地形后,把驾桥的地点选在了茅台镇附近,驾桥事关红军的生死存亡,但是,一路长征艰辛,很多战事的脚都磨烂了,红种溃烂,当时又缺少医药,很多人连走路都走不了,影响了战斗力,还怎么驾桥。 陈世举对此很着急,他说,当务之急是给战士们治疗脚伤啊,可手上连个药片都没有,怎么办? 正犯愁时,陈世举眼前一亮,有办法了,陈世举自己虽没喝过茅台酒,但他知道这酒有一个好处,就是可以消毒止痛,把酒精度数很高的茅台酒当作一用酒精来用。 于是,陈世举立刻让人去弄些茅台酒,给战士们泡脚疗伤。 战士们花钱买了不少酒后,一部分是从土豪猎身家里没收来的,除部队留了一些外,全部分给了群众。 陈世举让人把酒搬过来,倒在一个各大盆里,然后把脚有伤的战士们都叫到一起,坐在酒盆前,把伤脚泡进盆里,轮流泡脚消毒止痛。 陈世举先让战士喝点茅台酒,又让战士们用酒泡脚,脚上的毒伤被酒精一戒,既消痛又止痒。 很快,战士们的脚伤得到了治愈,干尽足了,很快就架好了浮桥,完成了架桥任务,使得中央红军顺利渡过了河。 主席等人过浮桥时赶到那闷,这叫道,赢的战士不是都有脚伤吗?怎么这么快就架好桥好了,派人把陈世举叫过去。 得知他用酒泡脚治疗脚伤后,主席很高兴,对陈世举大家称赞,打趣道,陈世举,你们真是有办法的,喝了茅台酒,吸了茅台脚,架了茅台桥,过足了茅台瘾。 主席的这番话,引起战士们一阵欢笑。 后来,陈世举的这个经验,很快就在军中传开了,很多战士都用水壶灌满了酒,一到晚上速营,就倒点酒擦擦脚,洗脚活血,疏疏筋骨。 用茅台酒泡脚,听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,但在当时的特定战争环境中,这不难理解。 遭到国民党围追堵截的红军,连基本口粮都难以保证,更何况是药品,所以,把酒精度数很高,但茅台酒当作一用酒精来用,当作小毒药品来用,确实是红军部队恢复和提高战斗力的一个妙法。 陈氏与将军再晚年提到这件事时,还风趣地说,当时为什么要用茅台酒洗脚呢,因为当时的酒没有现在这么贵,现在可就洗不起了。